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今天呢 这个视频想和大家聊点什么 就是最近呢 有很多粉丝为我来日本打工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 为什么今天和大家说这个话题 就是很多粉丝啊 他在我们国内挣的工资特别高 现在就是有粉丝加我有好友之后呢 为我出国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都会问粉丝 朋友们 就是你在中国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有的粉丝说 风哥我挣8500 挣9000多 有的甚至是挣1万多 1万1 2千 2 3千 我想到日本打工一个月挣15000块钱 2万多 我在这里和大家说什么 到日本打工啊 一个月像我们男的来日本打工 一个月净剩的钱 也就是1万多点 平均下来1万多点 如果稍微加班多点 有可能1万1 来日本打工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 有什么多挣钱呢 哪一个月挣14000块钱哪2万多块钱 他挣不上那么多钱 大家听明白 日本他不是遍地都是黄金 能挣那么多钱 如果说你在国内一个月挣8000块钱 1万多 你也没有必要来日本打工 因为在日本打工一个月平均就是 也就是1万多点 三年回国 扣除你的劳务费 三年回国 你能拿到手 三十四五万 大家听明白了吧 如果说就是你在中国挣的 八九千 一万多 你也不要来日本打工 他没有必要 兄弟们 是不是 那你在国内一个月 接近1万块钱 那你出国打工干什么 我在日本 在这个工厂 一个月平均 净剩也就是1万多点 来日本打工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朋友们 来日本打工适合 就是像我这种 我在国内一个月挣4000左右块钱 389百 5000左右块钱的这种 在国内挣的少 所以我才选择出国打工 如果说我在国内一个月挣 也接近1万块钱的话 那我也不出国打工 所以说出国打工 他有的人合适 他有的人不合适 适合哪种人 在国内收入少的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这种人 那你在国内一个月 八千以上 九千以上 一万多 你出什么国呀 在日本一个月 也就是一万 一万两块钱 是不是 没有必要 而且呢 离家还那么远 跋山涉水的 是不是 所以说 就最近有很多粉丝 在国内一个月 挣一万四五千 说凤哥 我想到日本打工 一个月挣两万多 你想什么呢 朋友们 日本哪有那么高的工资 他也挣不上 所以呢 出国打工 大家要考虑清楚 考虑明白 适不适合你 不要一时的热血上头 哇 我以为在日本打工 一个月能 赠两万块钱 你都把我给搞梦了 还两万块钱 那一个月能 赠两万块钱 我都不回国了 兄弟 是不是 所以说出国打工 要根据就是 大家的实际状况 适不适合你 要考虑清楚 好了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风 今天呢 就是和大家说一下 出国打工 适合什么样的人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朋友们 多多转发和点赞 如果就是你有什么 想问的和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里边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